空石楼 空石楼 各位听众 你们好 欢迎你们再一次的收听 空石楼 今天没有林sir 也没有阿邦 又有我Otis 大家听到白声 有John在这里 今天John和我们一起去说一些以前的事 有些朋友和我们反映花 他们很喜欢听故事 特别关于香港的故事 真的很有兴趣的说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谈谈 我们这个系列 我们都开了很多系列 很多后论都没了尾 只有一集的系列 只有一集的系列就不叫系列 有很多东西讲的 全而不论 又不是虎头射尾了 暂时可以说是 虎包包理财系列 然后很久没有新进展过 再谈电影 电影我们谈过两次 也好 也好 也挺好 哈哈 今天这个香港历史系列的第一集 香港历史系列第一集 我们第一集 有什么讲起 有什么讲起 大家有没有听过 又要买一下广告 有没有听过第二 港英时代的管治 大家 阿邦主持 阿邦和肥龙 那时候我还没来 那集 大家都应该有听过 肥龙就是Otis 就是我 又不好意思 不要紧 这个大家都知道 OK 大家都对香港历史 管治大概八五年都有个认识 其实我们看回这八五年 即1842 40年 其实那个开始是非常含糊的时间 你说四一有得 四零有得 四二有得 什么开始很含糊 就是香港被英国统治 是很含糊的 但是不是说去东西要去到 1842年 1842年 签北 签南京条约是 1848 1842年 签的 我记错了 那时候才正式有英国人 不是来管治的通道 就是管治香港 统治就很含糊 你说正式在这个国际条约 下面写明是1842年的 南京条约签 中英雙方互交 那个条文 嗯 正式法庭 其实 之前呢 都有一些 你可以说是非法管治的 就 因为它基本上1941年 就已经登陆了 哦 就是一路就发生人大叫死地 已经登陆了在香港 都已经有 基本的管治权 基本上维持是非法管治的 这些都叫做管治的 这个 是的 没错 他已经在执行中了 最串嘴叫什么呢 就是1842年签南京条约 嗯 他敢写1841年已经卖地 1841年已经卖地 1841年已经卖地 就是未签才卖地 是的 那时候打香港的总督二律 就已经在澳门卖香港的地 卖地花 是的 开支票 和英国大班 我卖地给你 不知道拿不拿得到的 早点收钱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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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是要付军费 那时候呢 香港政府呢 基本上都要他开支 是的 那么呢 殖民地部呢 都是想香港 殖民政府呢 希望他财政独立的 不要常常问妈妈拿钱 不要问倫敦拿钱 不要问倫敦拿钱 你知道问倫敦拿钱 很麻烦的 是啊 又要过国会 又要被人得询 得询为什麽要拿钱 是吧 还给自己的殖民地 使得拿钱 那些殖民地不赚 还要花钱 是的 大家都知道 好像说得太远了 不如我们回复正常 没什麽所谓的 OK 慢慢拉回去 那我们拉回去 那这八五年 其实我们怎样看回香港这八五年的历史呢 肥龙 阿奥特斯怎样看呢 我怎样看呢 即是你说的是一个 回顾啦 或者你觉得 整体 整体这八五年的历史 有什麽观感 哇 这个极端的 那麽大复杂的问题 那首先 其实就从那个 作为一个 就是一个 都挺有 挺有民族情绪的一个人 那其实就 就是 其实我都 都不愿意 我是一个 都颇为外国的人 那就是 身为一个中国人呢 那自己 就是我自己住在 自己成长的一个地方呢 那原来就是一个 外国的殖民地呢 那 那真是 感觉不是未宜的 就是 这个就是 所以 就是我从那个 就是对香港历史的 那个 感性一点的 一个观感 嗯 但是同一时间呢 又有另一些 就是另一些 现实一些 但是 不仅是真的现实的 也有些 压代应感情的 就是我们知道 其实 香港之所以 由今天呢 也都真是 不能够说 没有了英国人 是真的没有这个可能的 嗯 我们真是不能够想象 就是如果 英国人从来没有 统治了香港呢 其实我相信呢 阿John你 和我呢 根本就不会坐在这里 聊聊聊的 也有可能的 可能阿John你 还在这个 敏北某个地方那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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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将会在敏北某个地方那里 做一个耕田 也未必耕田 可以入了醒了 做民工 可能你生产的ipad也未必耕 哦 農民工 農民工 又或者我就可能在这个 海南岛 可能在海口 或者三亚市那里 多个三亚 可能就做这个 旅游的服务员 特朗都未必耕 是的 基本上如果香港 没有成为它经文殖民地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的父母呢 都很难想像 他无端的走来香港 这一块不无之地 都是的 就是我说的是150年前 基本上香港真的是一块不无之地 是的 就是你又 真的没有什么产业 那你是香港 所以就 对于香港的历史 如果真的要我用很短时间去说 对于香港整个历史的观感 就是 我想得到 就想得到这两样东西 其实是一个矛盾心情 嗯 就是我又 又又又又 就是 一方面又有少少 丐碳就是 啊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地方 竟然由这个外国人去管治了百多年 但是当然更加奋 就是丐碳就是 原来呢 就真的是中国人的地方 你找些外国人来管 是宁舍好些的 嗯 就令我想起 就是在租界年代 那些租界是令社会繁荣的 是呀 就是租界的 那些中国人的地方 又污尼丹丹都 哈哈哈 就是这样 所以就真的 心情都是麻煩复杂 就是说香港历史 嗯 那你又怎么看呢 就是我看回香港历史 就是香港你看回历史 其实香港之所以有今天 其实都是时势做英雄 哈哈 为什么呢 就是你看回 那我们回归回顾历史 那其实大家打鞭 就是有个可能有些插曲 中史书或者世界历史书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解 香港诗竟然放在世界历史里面教 之前中学的一年代 因为 当时是真的可能不知道 就是香港究竟是不是中国一部分呢 哈哈哈 就是所谓 在中国历史 香港历史 只有清没那百多年 香港 不过这些题 我就说不要说了 可能那些书没有说 其实呢 最初呢 英国人呢 就真的在中国想要个岛 什么岛呢 是没人知道的 就是 找人了很久 找人了很久 就是我们所看的南京条约呢 其实我们之前呢 就有个川鼻草约的 是啊 就是二律和奇线签的 就是打完这个 第一个 第一次挨拼截战 第一次挨拼战 第一位带兵来打的将军 叫二律 查理二律 那来到 好了 究竟 下哪个岛呢 哪个岛呢 前线呢 和伦敦本部呢 出现了分歧 在这一点上 那呢 伦敦本部呢 想要哪里呢 就是 周山群岛 就是大概 现在哪个位呢 就是大家摊开地图呢 就若莫上海 如果我没记错 应该上海长江口 对出一点点 是啊 应该是上海 东南部 一个很大的岛 不过现在已经是周山市了 是 一个发展挺好的 周山市 虽然我没去过 嗯 我们看回周山岛 这些地方 就刚刚好 就是在中国南北海王线的中间 啊 就是跟上海 真的二辱同工 上海又是南北中间 对了 还刚好对着长江口 正 那全部的货 你由重庆运出来 你要运向世界海外 你一定要经长江口 没错 那刚好 南北的水路 游在那里 长江的肥仔 内陆和运向海外的交回点 又是高达点 没错 看地图 大家都会看 那地方肯定比香港 绝对最棒的 在香港 基本上 你运向广州 不用去香港 大家都明白 其实不用的 根本不用去香港 直接在珠江口 就可以了 香港严格来说 都不是在珠江口 旁边 大家一定会 过越南 中国海 要抄抄抄抄抄的 说真的 看地图 澳门 近江口 也是 澳门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水浅 那也是 它停不下船 和葡萄牙人 那时候已经霸了 那时候 人家霸了对面巷 那肯定要对面巷 英国佬 除非抢的 没理由 没理由 突然跟葡萄牙人 过不去 也对 伦敦 看周山 理由很清晰 我们刚才掃书了之后 为什么前线 将军最后 会选择香港岛 这个地方 其实周山 这个地方 鸦片 第一次 鸦片镇 第一次 二律都打到周山 佔领周山 打到过去 打到过去 佔领 不够 水套不服 就是 那个时期 就真的是 去到那么远 就真的是水套不服 死人死得最多 不是战死 是病死 病死了 原来是宅宅了几千人而已 是的 当时清兵是鸦片 都是的 不过所以说 有点太恶惑 当时的 我说起这一番历史 其实 原来 当时 一直觉得清政府 就腐败不堪了 当然也是 其实都不算 其实 中官 这么多的朝代 清政府不算是最腐败的 就是理智腐败 远远不及 明朝 这些朝代 那么夸张 嗯 嗯 但是说真的 原来人们就说 原来当时清朝 原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大部队 来抗击这些的英兵 结果呢 原来呢 英兵很少人 而清兵呢 更少人 原来走两三步 就剿灭你的 一个小队 走两三步 又剿灭你的一个小队 就是当时以清兵 如果以清兵 全部人走出来的话 基本上 就没可能打得贏的 嗯 你几千人 你怎么打人几十万兵 才可以的 几叻都好 嗯 因为清朝 其实没有常驻军 其实 那时还有常驻部队概念 那时其实还不是 那时还是团 就是 就是特别江南 就是北京那里 有些常驻部队 就是正规军 就是叫做 江南那些 可能就是随时 随时 那种是文丁 随时 就是铁文磅 开打了 哈哈哈哈 每个省征召来 但是你每个市 征来都几百人而已 ok 人家逐个击破你 了解 就是就是打不赢的 是啦 那 第一啦 就是水肚不服啦 第一样东西 还有呢 周山呢 那个文峰呢 仍然都是 叫什么呢 就是对中国的意识 都非常的强烈 就是很强行 ok 有很多强行 就是你可以说外国心 用这个外国心来解释 ok 就做对抗 有一些红毛绿眼过来 打我们 是啊 那我们 就自然会保家为国的啦 死国 死国啦 那这些很理想法的解释啦 是 那另外一个优点呢 就是另外一个元素呢 就是那班鸣商 嗯 是的 那班鸣商呢 在香港岛 就是为什么英国在香港岛呢 就有很大的 华士权 其实 最后也是 最后都是他们 就是为他们服务 最后都是 是的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打鸭片战争 的原因就是 就是开策外谋 基本上都是 外务基础应该38 还是39年宵而已 是的 其实呢 那班鸣商呢 1936年呢 近早时期呢 就已经想打的了 哦 已经找机会打的了 就是单个藉口而已 OK 那首先呢 他们有写信啊 见啊 英国的大粒子啊 嗯 就是连外相都见了 是啊 建议外相打香港的了 那时候已经是这样建议的了 建议外相打香港的了 找香港回来 就是因为真的很踏水 去中国 OK 绝对是 就是 真的开波打了 嗯 然后英商呢 提供中国沿海军事情报 哦 英商做了二五仔 做了二五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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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知道 做了清廷的炮在那边 就是布防 哇 全部给了英军打 OK 然后另外 你行军打仗 最重要就是粮草的了 是不是 嗯 你没可能那些英军 由新加坡千里迢迢 一带整村粮草过去打的嘛 英商提供说是 那你听得要本地补给的嘛 那你本地补给的 也要找回英商给你补给的嘛 因为回英国都不会讲中文的嘛 本英军都不会讲中文的嘛 是 他们不会讲广东的 他们没有善人的嘛 只有英商有善人的嘛 那些善人就是英商啦 就是英商 英商本身下面的那些人 懂得讲中文又懂英文的人 是 就帮英军补给 大家都知道 如果这些中国人呢 在现在会叫什么名字呢 就叫汉奸 没错啦 就叫汉奸 不过算吧 这些 时代都过去了 哈哈哈哈 就是看到 由一个策划 到作战 到和后勤 英商在整个鸦片战争里面 占了很大众的比例 嗯嗯嗯 之后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 英商呢 就发迹呢 就在广州省发迹 就是主要在广州地区做贸易的 是啊 那帮帮他那帮华人呢 主要都是讲广东话 是是是 那你突然说英 就是英国伦敦说要周生 就是我不知道周生会讲什么话 多数都是浙江啊 但是他都说上海话多 就是那个年代 是啊 那大家明白 就是如果要那帮英商 搬去周生 就很明显不方便的嘛 嗯 就是你要重新训练一帮华人 嗯 就是一帮当地周生人 是啊 就是你知道中国中文 挺难学的啦 是没错 这么辛苦 嗯 在广东有些势力 就基本上都不想走的啦 是啊 就是最紧要你达植民地 越近我的商贸地头 是 嗯 所以最后呢 英商都建议香港 嗯 那最后啦 二律都听了那帮英国佬 英商话啦 是 就都决定 就由周生撤兵 嗯 就佔香港啦 是啊 然後日后啊 就是英国伦东方面 真的是大佬啦 有换相 震前换相 有没有搞错 我竟然不听话 是啦 震前换相不听话 大约一位 樸顶茶来 樸顶茶啦 或者叫樸顶茶啦 就是现在就 同一叫樸顶茶 樸顶茶啦 大家知道 樸顶茶街 大家都知道 他最后成为了香港第一首总督的啦 大家是不总督的啦 最后呢 樸顶茶呢 他都打过五个周生 打得很周生 每次打都肯定打得很周生 但不占领而已 占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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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都选回香港岛 他都决定香港岛啦 最后南京条约的最低最后定本 都是香港岛 当时其实就真的 这件事 就是说回一些题外话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 今天的主力 其实是想放在一个人物那里 那里 如果就这么说 其实查理二乐 这个人呢 都算是挺混濁的 我就是查在我眼中 最初我拿 我拿香港岛 我听英商话 你就顿我冬菇 送我回家乡 这个布丁詹尼 他又拿香港岛 他又升官法财 但是竟然 不过他都没有了 基本上 他在香港逗留不够一年 布丁詹 布丁詹 那布丁詹 最说到底 他不是 在计划上 他不是一个 要用来管治的人才 他臨時打完 要找人振前指挥管治 要找人先做的 臨時拉夫 不过他一句名言 他在香港是很孤独的人 他在香港很孤独 为什么呢 第一大家都知道 他在地头 最近哪个地头 那班英商的地头 英商的地头 英商的地头 那整班英商 你拿完香港岛 他把那些总部 搬回香港 基本上 全部洋行都搬回 当过去香港 那些洋行陆续 从澳门 或者广州 陆续将总部 搬回香港 搬回香港 正路 正路搬回香港 至少你也叫米字旗 下面 没错 那 那 布丁詹 他有先要处理 基本上管治问题 就是 祖班 跟狼一样 祖班 祖班 他那些班 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都是军人 或者是那班英商提供的人 或者是那班英商提供的人 因为你要处理华人事务 那班英商比你熟 那当然啦 打过去交道 打过去交道 而且那班英商一占领香港 已经向要求布丁宅政改 政改 怎样政改 就是他希望 基本上他想起香港政府 有少少影响力 跟现在商人一样 没什么分别 明白明白 就是他都想呢 加入政府 嗯 或者入立法局 那时候应该叫定例局 或者行政局 都希望呢 派一两个人进去做 嗯 就希望呢 首先政府有什么政策 或者政策讨论的时候 或者想定什么政策 支持呢 我是第一个知道的 OK 因为有任何政府政策都影响了 应商的利益 应商的利益 以及日后的利益 例如说我要加税 至少你在说要加税之前 我已经知道 OK 索出一个调配 明白 那么 博鼎茶就在很无奈之下 基本上呢 正改又不能做的 正改又不能做的 因为正改又有决定 基本上 在伦敦道 在伦敦道 是的 对 所以 菩顶茶呢 菩顶茶呢 最大可以做些什么呢 委任太平紳士 嗯 在他权力之下 那些什么BS啊 JP啊 JP 委任了整班 英商的颅头呢 就任命了JJP 幫助叫他们 嗯 當然啦 英商不会因为名字 妥协的嘛 OK 那大家都知道 英商要香港的目的 是什么 就是扩大 對外中國貿易嘛 大家都知道事實 當然沒有發生這樣的事情啦 即是沒有擴大了 南京條約不是已經定了五口通商嗎 即是五口通商 但他的期望呢 就有一個落差裏面 期望也有一個落差 即是1942年佔了香港之後 那間鷹商以為香港島這個地方 主要是北岸啦 很快就像他們在廣州時那樣興旺 這個期望我覺得有點難理解 始終就是當時香港是沒有人的 你距離當時沿海最多人最繁華的城市 又說你今天你坐那些動車都要坐一個小時上去 即是日後發展 即是他預計這樣 即是你日後 不過都叫沒有落差的 即是你結果 最後 哎呀 電話響了 你先說吧 即是始終有一個落差在裏面 那麼一個落差大概呢 都持續了一段 都持續了一段時間的 這樣咯 那麼在這個時間呢 他不斷就要求港督 即是阿布丁宅呢 就希望跟中方繼續交涉 那麼 南京條約呢 裏面有一項呢 就是准許英人入城的 是啊是啊 當然了 入廣州城的 大家都知道事實上呢 入廣州城要去打第二場之爭 即是入到城的 哦 原來之前原來是條約說明 但原來是有些清政府是沒有對演到的 沒有對演到 即是為什麼對演不到呢 就因爲廣州省市民 市民就不喜歡 不喜歡 紅蘇綠眼 大家都知道 即是那時候兩港總督 兩港總督 那時候忘記叫什麼名字了 我也忘記了做了 在這個 即是港督就找兩港總督在那裡交涉 你快點完成這個條文啦 謝謝 快點對演啦 那兩港總督都推廣州人來做籌碼 然後距離不肯喔 距離不肯喔 那怎麼辦呢 最後終於拖一拖一拖到 應該是第二次英法聯軍之役啦 一八七 七多年呢 忘記了 七 七 七多年啦 忘記了 七多年啦 忘記了 七多年啦 忘記了 對啦 自正式KO這個問題 不過呢 其實真正法職呢 基本上要去到太平天國打後呢 至那個回報都自離開 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都花了很久 即是五零年 是不是六零 一八六幾呢 我記得是 搞十幾年的嘛 搞到 即是香港佔了大概超過十至二十年 至香港那個經濟開始上升 嗯 即是那個 即是中國對外貿易呢 即是香港做呢 就大概三到四成的 即是已經佔了三到四成的 即是去到十九成 即是太平天國打後那條是上升的了 即是去到高峰其實是可以去到五成 哦 這樣 香港做五成 對中國對外貿易做五成 那我才不奇怪呢 你南的那些沿岸的太平天國 才打到稀巴難的嗎 之後啦 是啦 那次又拉開了話題了 是啦 嗯 那說到哪裏 我忘記了 講到 你是不是想說回佩甸炸的東西 是啦 講回佩甸炸的東西啦 那其實呢 佩甸炸來到 即是阿隆呢 剛才說了啦 即是沒有班底 沒有班底 還有呢 他要處理的東西呢 就真的很多的 是啊 以前港督是三一萬能核來的 哪三一呢 第一就是他本身是港督的身份啦 香港總督 總督啦 那第二樣就是 香港總督之前都已經有了 住華商務監督 OK 即是這個是什麼 那些什麼 出盡英雙起華的利益 香港那些叫什麼呢 什麼貿易接進會那些 會長之類的那些 香港好像也有一些 住不知什麼 在歐洲哪些地方都有 有些經濟辦事處 類似那些 那些事務辦事處 是的 第三樣呢 就是英國駐華全權公市 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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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 那些叫什麼 就是 市館大使 大使 一個港督做三樣東西 OK 你看看他公務機任法網 是的 絕對 基本上他要處理香港事務 基本上沒什麼時間處理 一個人三入萬男 大概要去到第五任港督 第二呢 分開 就是把總督和 就是最後駐華商務公安監督的位 就和這個大使的位 合併了 OK 合併了 合併了 就是三變二了 三變二 最後呢 就是這兩個位 就分開了 然後 港督就真的做回港督了 那就是管香港的東西 就是管香港的東西 那另外呢 就派一個 英國大使過來 OK 就有駐華大使 駐華大使回來了 那大家都知道 那你要處理對華關係 那兩個人都要在這裏 要去其他店 嗯 就是你要找總督來 是 又要找駐華公司來 是 就是你英國問了 就是對華政策 基本上都要問這兩個人 當然 你直接在中國那裏做Head 那 那 做Head 那 之後布甸就很快 做了一年 那就潛水走人了 嗯嗯 當然 頂不順 頂不順 阿孔嘛 哈哈哈哈 當然他吊職就原聲官發財 基本上都是 絕對是 對啦 好像 好奇怪 其實呢 在布甸澤的帽裏面 就是帽子銘裏面 是 原來呢 沒什麼提過他在香港做的廣東 咦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基本上好像沒有出現過 這樣 就是他覺得在香港做的不是一個honor 嗯 我不知道 如果他再死遲都幾十年 可能他很後悔 可能他都不知道原來香港會這麼重要 在日後的歷史裏面 一年都沒有了 好了 那麼 那那麼 第二位呢 大維斯 大維斯 Davis 那他一個漢學家來的 和布甸澤不同 布甸澤是軍人 打架是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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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就叫沒有錢 哈哈哈哈 沒有錢就沒有辦法了 什麼都做不到 首先英國外交部 首先定位香港是一個自由貿易港 不准收關稅 一個貿易港最重要就是關稅 那你竟然不收關稅 那錢從何來呢 金幣從哪裡來呢 金幣從哪裡來呢 你從哪裡出錢給公務員 從哪裡出錢給公務員呢 那些外交部大臣當然是怎樣 殖民地部或外交部 都怎樣調好給你的 賣地 OK 國策來的 基本上是 但不是已經賣清光了嗎 沒錯 賣清光了 主要是能夠住人的那些 基本上是賣光的 叫平地的那些都賣光的 那還有太平山那些賣的嗎 太平山那些就沒有那麼快賣的 基本上就 基本上你知道上太平山是很痛苦的事 那時候有攬車 交通又不方便 基本上也不想上去的 還有你上去住 順便是不可以做貿易的 哈哈哈哈 不是 那時候我不知道有沒有有豪宅市場 豪宅要去到後期 香港下了做店了 OK 做店了 就是多人在這裡定居了 就去地居了 那些外商就喜歡上太平山住 就是上半山區 那時候是找華人幫他托腳托上去的 托上去 對 很疏忽的 你說賣地 那大家都知道香港現在賣地 趕近都成億億聲的嘛 是是是 地王嘛 嗯 那當時呢 幾百億的 那當時呢 那個地產市場呢 就沒有現在這樣澎湃的 是 就是它的優異說盟檢查呢 就是首先 如果一個地方繁榮呢 那它的土地自然會貴的 嗯 就是它透過一個自由貿易港 哄些人來香港做生意 是是 哄些人來香港做生意 那自然就會 對香港 土地有需求 是是 有需求 或者土地價格自然會上升 是是是是 但是 很可惜 那剛剛拿了香港 只有幾年 那個 回報率還沒那麼快來的 是是 好了 地買極 又遮蓋不到成本 嗯 最後 最後 要走一條 很多人最討厭的一件事 加稅 就是要抽稅 人頭稅 哦 人頭稅 人頭稅 抽人頭稅呢 戴維斯又很厲害的 夠膽抽鷹箱稅 OK 還要抽鷹箱 就要貴過割人的稅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理論上也對的 喂 不過這樣喔 如果在今天發生這件事 他就是人民英雄來的 因為現在 你大有錢人 你就不抽他的稅 就只抽中產 還有就是 在間接稅項上面的窮人 其實是吃光的 嗯 不過算數了 就是今時 不同往日 也是 那當時的鷹箱呢 當然 打起火了 哇 打起火 那怎樣呢 就竟然 整班鷹箱聯署寫信 是 去倫敦投訴 最後他當然是不得好死的 戴維斯 最後呢 都不得好死的了 那件不得好死呢 就 當時呢 基本上 當時在香港已經有跑馬的了 是是是 當時呢 戴維斯呢 就搞了一個總督盃 總督盃 現在拿了錢包出來 嗯 做個獎金 哪個跑贏了 就可以拿到這筆錢 是是是 就是那些影相玩的 不派馬參賽 哦 沒有馬跑 沒有馬跑 好 哇 就扇他一旺 落去面 落去面 嗯 這樣啦 那大維斯呢 很快都走了 都做了四年多 那之後呢 英國又派第二位來 那時候跑馬在哪裡跑啊 都是應該跑馬的而已 都是跑馬的而已 都是跑馬的 那些精商來到 就立刻帶馬過來跑啊 就是 大家都知道 來到香港沒什麼做的嘛 就跑馬了 跑馬了 又沒什麼娛樂 就跑馬了 OK 那時候還沒有電視機 沒有啊 沒得看電視又沒得看電影 交遊 你走多兩走都悶的啦 基本上 也都 我不知道 那時候可能相信那個 那些行山的路徑 又沒有現在那麼好 好啦 那之後呢 那之後呢 就派了第三位總督 文涵 下來啦 那文涵都很會做的 發露搞鷹箱 那麼火滾 那他自然要安撫鷹箱的啦 嗯 那他就在地租上面呢 就是原本那時候批的地租呢 有75年的 嗯 那他就加到999年 OK 基本上是virtually 都是永遠的 基本上永久了 還有呢 在政治上呢 都有些開放的 是的 就容許那群呢 英雙加入立法局 英雙加入立法局 第一次政改 嗯嗯 這個就是倫敦都肯我手的啦 肯手的啦 手肯的啦 嗯 就英雙終於吵了 OK 對啦 就容許呢 就兩位 非官首議員呢 就在這個 立法局存在 容許 OK 即是有點英雙代表 英雙代表啦 英雙代表啦 之前都說過 這兩個基本上是小圈子選舉來的 嗯 基本上呢 都是由太平紳士 大家互選選出來的 是的 或者是一些 香港總商會主席 OK 都是英雙選出來的 嗯 基本上都是那群商人 OK 當時華人沒有份的 嗯 是 沒錯 華人是沒有份的 嘗嘗 嘗嘗 華人沒有份啦 剛剛也說到啦 就是為什麼香港政改 要經過倫敦本部同意呢 嗯 基本上呢 好像一樣東西沒有說到 就是 其實港督呢 就是一個公務員來的 港督就是 其實都是公務員 就是公務員 他只是打份工的 就是 英國政府出糧給他的 英國政府出糧給他的 哈哈哈 只是打份工的 所以就不能夠自己亂搞事 不能亂搞事 大家都知道公務員最怕是什麼 那些人畫花了本部 是 就不能升職 不能升官發財 不會讓你上司看到 搞到你不能坐他的位 那 唯一能夠不背鍋的 就是什麼都請示上級 沒錯 上級怎麼做好啊 那 港督的上級是倫敦殖民地部 職民地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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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他應該是政治任命官員 去到那個位置應該是 職民地部是不是外包交部之下 不是 獨立的 噢獨立的 就是大概要去到二戰後期 應該是1960年代到70年代 應該是戰後 剛才職民地部改名 獨立運動 獨立運動 沒有了 沒有了 只有幾個 就變成聯邦事務部 聯邦事務部 也是 後來後來 那些國家獨立了之後 還是英聯邦國家 對 聯邦事務部 最後 好像在60到70年代 就跟外交部合併 合併了 只剩下一個外交部 只剩下一個外交部 OK 其實 他頂頭上 其實都是一個殖民地部部長 有什麼事情都請示殖民地部部長 怎麼做 所以馮春大使都基本上 政改都是這樣做的 還有 主要官員任命權 其實都不在港督手上 廣東部的經驗 沒有權力過 你說報政司 就是現在的政務司司長 財政司 和律政司 基本上 港大是不可以任命的 OK 他只可以頂頭 OK 明白 這幾個大 和主要局長官員 其實和現在特首沒有分別 現在特首的三司十一局 他是提名 真正拼取的不是他 上面 上面 其實港督是一樣的 OK 特首其實沿用了這個傳統 OK 就是政治任命官員 全部要上面 批核 批核 怕你亂來 制行你 趕快去找些華人來 找些 找到孫中山來 怎麼辦 怎麼辦 怕你亂來 還有 大家都知道 港督在香港 基本上 有很大的權力 怎樣制行呢 剛才有其中 就是剛才那一招 主要官員任命權 就不在你那裏 OK 在我那裏 另外一部分 那個制行權是什麽呢 就是在行政會議裏 即是行政局 開會 開會 那 基本上 港督是可以 禁止行政局所有 決定 即是說 我say no 沒有人 就過不了 過不了 但是呢 英國佬 即是倫敦 都留了一手 你say no 沒有問題 下方個記錄 OK 要告訴我 你say no 清楚列明原因 OK 要交report 要交report 做個copy 我在倫敦 OK 即是每天追上來 OK 不是你 哇 做什麽啊 這個港督府 你做什麽 你做什麽 你say no 就是 基本上行政會議的紀錄 基本上有份copy 在這裏 OK 即是怕你亂來 即是說 如果若然 其實查回會議紀錄 其實梁振英 有沒有說過 出坦克車啊 有沒有說過 出防務隊啊 基本上查得回 回歸後 我不知道那些copy 有沒有遞上去中央 這個我都不得而知 實在 根據以往紀錄是有的 即是英國年代就有啦 香港政府文件 竟然要回英國那裏找 OK 不知道這個港共年代 就不知道有沒有 即是港英年代是有的 即是港英年代 就不知道啦 即是你說建華八年和任權七年 這十五年間 那些政府公民去了哪裏 就不知道的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可能會在中聯辦找到啦 中聯辦有很多檔案的 可能港老闆辦公室那裏 要去北京找 北京那裏 不過可能不同系統 現在的檔案不知道哪裏 不知道哪裏 可能大家有檔案 大家都檔案 黑材料那裏 我們不知道 不如說回港英吧 不如說回港英 那呢 基本上整個行政架 基本上是這樣的 總督最對上的 就是殖民地部 殖民地部部部長 在對上的 當然是內閣啦 內閣 內閣 在對上當然是國會的啦 國會 就是這樣的啦 基本上那個 英國整個行政架構 基本上是這樣的 是 就是最高那個 那個皇帝 那個皇帝基本上 是實權的啦 新政實權在內閣 和國會入獄裡面 那時候 不是啊 你說的還是帝國主義 其實那時候 國王也是有些權力的嘛 不過 英國好像走得挺好的 主要都是國會裡面的 權力都在國會裡面的 嗯 不過這個我這裡查吧 英國那邊真的要查 真的要查 而且再誇張一點 其實就是 普魯士都不會把我 德王 德意志的皇帝 變成神 變成神 日王那些 會憲法寫明 日王是神的地位 這個你怎麼搞得了 沒錯 基本上那個 港督對上的額頭 大家都明白了 嗯 另外呢 那負責 就是 港督除了殖民地部 可以問了 可以問什麼人呢 當然啦 未合併之前 還可以問外交部的 OK 處理中英關係 都叫做 通常處理中英關係 對 例如 英法聯軍的時候 在香港 即是 像山崗大把工的時候 是 怎麼處理呢 OK 就是隨時得罪上面的 嗯 還有 另外一個部門 港督都會詢問一下 是 戰爭部 就是國防部 類似 OK 隨時派兵 是 怎麼處理呢 都要問一問國防部 OK 好像我又扭了一件事 就是名義上 香港呢 港督是香港的三軍總司令 哦 即是香港駐軍的總司令 駐軍總司令 即現在就不是啦 現在特首又沒有軍權的 沒有的啦 現在三個就是 解放香港駐港部隊的三軍總司令 總司令 上面的總司令就是廣州軍區 沒錯 廣州軍區上面還有那堆人 就是 軍委 軍委 最上級的軍委主席就是胡錦濤 胡錦濤 現在仍然是他 十八大之後 那他究竟是拿著軍權 還是真的放給習近平呢 還是習近平會先痛走呢 我們都不知道了 不如又講完了 又講完了 明義上三軍總司令 其實他就不能指揮軍隊 不能指揮軍隊 不能指揮軍隊 那他做什麼總司令啊 他 我名義上而已 偷吃總司令也比他 在國防部裡面 竟然是 在國防部裡面 那講到有什麼權力呢 究竟 政府裡面 政府裡面很有權力 行政上 他可以推出政策 他是管香港沒有問題 但是你說對外呢 就不行的 基本上他盯著你 你不要亂來 現在跟特首差不多了 特首都是沒有任何外交權力的 沒有 基本上沒有啦 還有一條你可以跟外國建入 純對經濟或者文化上 總之就是非 不是國家對國家級的聯繫 你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 真正的軍權呢 就是一個陸軍中將 陸軍中將 即是軍權 軍權在中將 對 中將 你說 但是很搞笑 投降呢 都是找回國都簽名的 OK 大家都知道二戰的時候 那很小啊 陸軍中將 對 基本上你香港不懂得去排軍 對 香港你不是去印度 即是他把英軍放在整個東亞 報局 香港基本上沒有什麼戰略要地 無險可守根本 無險可守 大家經歷過二次世界大戰 大家都知道香港是什麼 一本是無法守的 是無法守的 日本人打到過來就要倒閉了 要倒閉 對了 港督呢 只要在一個時候呢 可以碰到軍隊 對外 失去聯絡 哦 即是聯絡不到這個 英國本部的時候 港督就說了話事 港督就說了話事 大家很明顯在二戰的時候 香港被日軍包圍 港督羊毛期是拿 港督羊毛期 六月上任 讓我看看資料先 應該是上任超短時間 九月來 九月上任 九月上任 十二月打到來 十二月就打了 上任三個月就 去處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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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日軍開到下來了 很快就被新界都知道了 然後登陸了 登陸了 登陸了 趕到北部 然後退守到尺柱 退守到尺柱 或者去最篤的了 最篤的了 不要退退 跳海啊 跳南方中海游水的了 去餵鯊魚 那時候就快點電部去英國 梁敦請求 當時首相邱吉爾 本軍 諾明寧 大家都知道是求援軍 還有去邱吉爾 問可不可以說那個字 嗯嗯嗯 就是 這封緊急電報道 就沒有提這個字是什麼字 在中文就兩個字 在中文就兩個字 英文就一個字 英文就一個字 不過大家都明白 楊武奇 問英國首相 就是問邱吉爾 准許那個字 大家都知道什麼字 是是是 就是投降兩個字 嗯嗯 就是 這樣 那結果呢 那結果 那首相 就是 那個首相都不敢說你 好了你去投降吧 嗯 就是沒有那個首相 沒有一個 沒有人會叫這個英國的軍隊投降 竟然 英國軍隊投降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士氣很重要的 是 日後萬一 選舉那時候 被人抓住來玩的 有話病啊 你 被人挖到黑材料 其實也挺黑的 黑的 還沒投降 還沒投降 還沒投降過 是 對了 雖然呢 留言都是很行的東西 說 我們那些援軍是來的 堅持著 嗯 最後想了一句 就真是玩死楊武奇了 是 是 the glory of the emperor 帝國的榮耀 帝國的榮耀 帝國榮耀在你的手中 是 It's in your hand 基本上講到這一步 基本上你要奮戰 最後一兵一卒 不能啦 要吃你死過 即是說 要盆條老命 真的要 按日本人基本上去到貸福 基本上 OK 戰鬥到最後一兵一卒 嗯 大家知道結果是什麼 楊武奇被人逼去集中營 就是他投降啦 OK 投了韓子滴走的 投了韓子滴走的 投了韓子滴走集中營 滴走 我也相信他心理壓力都挺大的 不過最後沒有什麼後果 後來他回來 日軍打 即是日治時結束之後 也是他做回 公督 對 不過講遠了 楊武奇已經去到很後 很後了 不是很後的中期 是啊 我們示範一下 港督最後軍權的示範 好像只有楊武奇 其實也沒有試過 沒有試過 基本上是打仗的 只有那一刻 其餘都不用怎麼打 一字一字一字沒得打 嗯 有些平息 暴亂的 即是佔領新界那時候 OK 佔領新界 不過是小規模的戰爭 即是和二戰沒得比 絕對沒得比 絕對沒得比 新界鄉民哪有得比 甚至槍都沒有 我們剛才說了港督的基本上架構和軍事權力 是的 他管治香港的難題呢 什麼難題呢 第一個 大家都明白 就是那群鷹商 嗯 剛剛也說到那群鷹商 為什麼這麼兇呢 他們才是真正香港主人 真正香港主人 大家都知道 因為這塊地是我叫你拿的嘛 是的 我才是老闆 我才是老闆 還有 誰給錢你呢 就是我 就是我給錢你 嗯 就是聽我說的了 沒錯 另外一個鷹商惡的地方 就是 有部分鷹商 講到這裏有點像 叫什麼呢 聖經沒有講皮拉多 就是有 釘不釘耶穌那一幕 是的 那些猶太祭司長呢 祭司長 最惡是什麼 你不釘他呢 我找凱撒 投訴你 投訴你 鷹商都是 OK 他就去英國國會去鷹商他 對你施加壓力 OK 他找首相 找首相 或者找國會吵你 嗯 當然啦 剛才我都說過了 大維斯 整群鷹商聯絕鷹你 沒得做啦 沒得做 基本上也做得不好的 和你起鷹 沒錯 好了 還有 知道了 鷹商是主要的勢力 你說最後 由鷹商變成華商呢 這就是後話來的 基本上 多一些是後來發生的 現今你說 香港基本上 你現在看整個管治班子 沒有一個西人 全部都是華商來的 還有一些中高層公務員 來砌西人 來的 那些都已經不是 坐最高位那些 那些 慢慢淘汰 那些人就 對 另外呢 還有些 什麼要說呢 對 對 對 那些人又是英雙 英雙以外的呢 還好 英雙以外有什麼抗爭勢力 例如倫敦本部 剛才說過 就盯著你 嗯 就是任命官員的權力 也在我身上 就是主要官員 你說那些小的那些 基本上不用問我 OK 還有一些主要政策 政改 都要問過倫敦的 還有 之類 另外一個勢力 就來自中國 中國勢力 中國勢力 大家都知道 我們旁邊 有幾個龐大的中國人 沒錯 就是中國政府 嗯 基本上 香港總督都不期望 北面呢 有一個統一的政府出現 哦 就因為呢 就是中國 鼓越有雲 統一代表越來越強大的 那傳統智慧是這麼說的 傳統智慧 當然呢 那些港督都不想 上面有一個統一政權的 但是最初的港督 那時候 清政府還是同一政權 基本上 地方管理不了 清政府 中央和地方基本上 都斷斷了 哈哈哈哈 基本上 你找港督基本上 找兩港總督都搞定 好 你不需要回去找 哲喜太后 基本上都不用這麼找 基本上 你說清政府基本上 那時候 基本上都已經處於 各具階階段 基本上 接近 接近各具階段 所以 開始就是 孫中山北伐 統一兩港 嗯 國民那個時期 就出現一個 對香港私家壓力 就是 散港大把工 圍你香港 1921年 對 圍你香港 散港大把工 英國 警察 就在 沙士 什麼 屠殺了 英國警察 我不知道英軍還是英國警察 開槍 射死了一個華人 英國警察 那些防暴隊那些 又拔了一個 拔了一個華人 對 當然 善起了民族情緒 善起了民族情緒 所以導致了省港大把工 國民政府圍你香港 圍你香港 圍你香港 就是封港 怕兵 守著香港邊境 不准不准入 不准出不准入 當時的港督 司徒拔呢 司徒拔是 那個時期 那個年代 那時司徒是第一個 司徒拔大概16個 這第16個 原來講到 對 不就是你要再細講 可以再講多些 現在主要是從他的關係講起 從他關係講起 好 就是你說 封你講 OK 封港 封港 就逼英國政府 其實呢 逼就不單止為一口氣 是為了一些實力的 例如呢 大家都知道 當時呢 英國海關 當時中國海關 關稅呢 是由英國人管的 是啊 那麼呢 國民政府就想檢查 基本上清亡之後呢 英國人呢 就把關稅給了北洋政府 就是給了元世海 給了元世海 那些人啦 那麼呢 當孫中山統一了 廣東和廣東省之後呢 就跟英國人說 你可不可以把那筆錢 落我袋 落我袋 其實孫中山 孫中山好像承認那些 不平等條約 對日本 對日本不承認 即簽那個時候 這些 韓資可能要問其他 要查書 這個要 我記得北洋政府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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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腰骨的 就繼續做任由 強在國 就是大家 互謝東風 互謝勢力 那些當時也是的 那些軍閥那些 張在林那些 就就要找日本人來幫手 師徒伯呢 都想用這兩招 壯大 孫中山 即國民政府的敵人 好的 對抗國民政府 對抗北洋政府 總之 借第二罩 都想殺人 對 甚至極端到 甚至問英國倫敦借錢 增加擴充軍備 香港的軍備 當時跟他打過 開片 最後結果當然不行 你問我借錢 錢就肯定不能說了 最後司徒佛就很快換了人了 司徒佛就不能做 就換了金文泰上來 金文泰上來 金文泰上來就肯定不會那麼硬 就玩懷游 玩懷游的 就派一些主要的華商上去 周秀臣 那些就跟孫中山說數 說什麼數呢 就是你不要鎖我 大家有錢齊齊賺 OK 到了那個時期 基本上國民政府都不想鎖你香港 沒有著數的 因為沒有著數的 得罪你 隨時很大劑 他只是想要脅逼你 做個姿態出來 明白 還有當時想不乏 要賺錢 一方面賺錢 另一方面也不想後欄起火 了解 剛剛好香港就是國民政府的口欄來的 是 不想後欄起火 很快 即是這個事件就平息了 銷售香港大罷工 嗯 正式展開他不乏行動 是 因為英國政府都明白到 即是香港其實處於一個 即是某個程度就是一種弱勢 很危險的狀態 很危險 即是試過國民黨 可以 這樣派兵封你 嗯 來做一個要脅的行動 是啊 足夷 那大家去到回歸打後大家都知道 49年 嗯 全中國統一 是 之後 部隊踩路到深圳河 他不過來而已 那時候是 是專門的 是說是不收 是在香港住的 不要解放在香港住的 澳門都不解放住的 是啊 還有日後 特別越近回歸年代 對啦 對香港干預 就越來越明顯的 大家都看到 是啊 是啊 到肥棒那時候 肥棒的時候 有些有說 老平啊 陳佐爾又出來 很多人 經常都要跟年輕一輩的聽眾解釋一下 題外話來的 那麼 最近說車位人網最出名的 當然是唐英年 嗯 其實車位人網這句話 最先是由誰說的呢 是由陳佐爾的陳書記先說的 陳佐爾 當時就說 彭定康啊 嗯 我忘記他搞什麼呢 搞直選啊 我忘記是搞 九二 還是搞 八八直選 八八直選 好像不是 搞新九祖 是搞新九祖的時候 就說他會 knowing 會腓歪浪 所以 唐糖 絕對是要 遮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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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遮 我們這些 以前領導人的話 真的好 真是很有共產黨員的風範 唐糖應該不是共產黨員 還是阿狼嗎 反而是 那 總之現在發展到今天 就是 你說說中國 就是 來自內地的干預 他和阿狼这一届 其实是超明显 因为大家知道阿狼这一届当时就马上去中联办请教中联办的领导人 以前是没有任何香港的特首是曾经称呼过这个中联办里面的人叫领导人的 所以大家知道他什么了 哈哈哈哈 所以就是这样 讲回港英先 基本上港英政府都已经明白到这个趋势不可以避免 也不可以阻挡 面对着一个日渐强大的中国 他本身的抗衡势力是很脆弱的 特别你回归后都知道更加脆弱 基本上回归前抗衡着中国的势力靠什么 米子旗 真是靠一枝米子旗 真是靠英国的老招牌 真是老招牌 就是说是靠一枝米子旗 你不要动我 你一动我就等于你动英国 OK 就是这种抗衡 这个是真的 这个就是多时就是国民政府也好 共产党政府也好 其实都是不想这么快跟英国开拖 基本上这个叫什么 免死金牌 OK 回归后这张免死金牌就没有了 那当然没有了 走过了 走过了 用什么免死金牌就真的不知道了 没有了 现在已经修复了 修复了 还有些没用的承诺 讲人治港 高度自治 按照基本法 依法治港 你讲得出这几个说话 基本上都记得完全是共产党阅言 这些 有些唏嘘 那这也没办法 不如说回港英 说回港英 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 其实港督 在香港管治面对的三大问题 第一就是商人 应商 第二班就是伦敦 伦敦 第三个就是中国政府 这三大影响性 其实这三大影响性 但是回到现在基本上只剩下两个 剩下伤人 剩下伤人 由一群英响名叫华商 就是土豪 支持我们那几集 叫土豪 另外英国就拜拜了 剩下一个叫土共 不是叫土共 中央政府 土共是另一个系统 另一个系统 主要只剩下这两个势力 问题就是用什么来抗衡 你说特首可以用什么来抗衡呢 以前总督可以拿着他的委任状 跟你死过 至少我名义上都是委任 假假地都是港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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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由英国人委任 你不妨我就是对英国过不去 就是对中国政府说的 对英商说 假假地我都管这里 OK 就是他可以 基本上对英商抗衡 基本上他用英商 就是叫什么呢 就是他应该夹着英商 一起抗衡中国政府 是很好的 是是是 主要对他这么慢的 我们老了多久 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 大概 都差不多了 最后还做什么结局呢 就是总结了 到底港督 阿督 究竟有什么 阿督 就是他面对这三大困难 港督面对这三大困难 基本上就是互相利用 互相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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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用中国政府 逼下英商 OK 或者是华人 就是你不可以 每次都顾着自己的利益 嗯 就是你说日后的港督 大家都会脆的 就是都见到那些华人势力 没有升 啊 就是你不可以 不让他们进入管治团队 就是最后 就是行政吸纳政治 就是刘小佳博士所说 嗯 就是他又 你又不可以开放政权 没得开放 没得开放 就是英国佬都不想你开放 就是伦敦本部也不想你开放 但是又要 安抚一下那帮华人呢 就委任那帮华商进去 政营 政营进去 就是平衡回 英商的势力 OK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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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利用 互相制限 互相制限 就是中国政府一样 大家互借 OK 就是 假定 就是 这个就是 你说 我开始说的 是 香港这个地方 本身 是一个时势做英雄的地方呢 嗯 基本上你看回 如果假设 英国佬不是拿到香港呢 嗯 基本上呢 香港今天的成就 基本上 是不会出现的 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基本上是不用说的了 不用说的了 就是 就是 刚刚好 打完1842年IP地震 中国基本上 还没安定过的 没有 真的没有太平 真的没有太平 一路亂 就是 在这个亂的期间 香港呢 就属于一个相对上 较内地稳定的政治地区 因为英国人管治的 是的 那么 那么 我们 第一任 董先生呢 就说过中国好 香港好 嗯 这对名言 那其实放回当时的历史呢 其实是 中国衰 香港好的 哈哈哈哈 那看来真的是 就因为 你越乱 就越多人走来香港 走难 大家都经过几次 那么 例如 日本侵华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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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接领了又扔了一堆酒 扔了一堆酒 就是 牵翻了很多人回去 是的 国共内战 右南来 三二红旗 有来一堆 解放了之后 就不断涌下来 不断涌下来 不断涌下来 没什么事 搞这么多东西 是的 就基本上呢 香港发迹基本上是靠内地的 越乱呢 香港呢 不知为什么 越发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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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 的关系 造就了香港 即今次今的地位 今天是繁荣 那问题 之后 我们要检查 英雄 怎么做一个时势出来呢 英雄又如何做时势呢 这些可能我们下一次 再讲香港历史的时候 再讲了 好 今集时间都差不多了 拜拜